KK,到達平路,如何做呢? 我告訴你,心裡最多人最容易眼睡 而且最容易產生磨擦 為何磨擦呢? 因為樂師的行者,我告訴大家 最重要是你們的團隊精神 我們經常說的是四人八腿一條心 每做一件事,絕對不能有個人的英雄主義 所做的一切,全部為團隊而進行 走著走著的時候,然後就累了 累了就懶惰了 又想眼睡 又想眼睡,一懶惰的時候就吵架 因為在藝營車路上,要48小時完成這個活動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你也知道難免人累,情緒前失控 所以我們要互相令大家清醒的時候 要說一句話,刺激一下他 怎樣刺激呢? 譬如你最喜歡說賽車、跑車的 我會特地說車型的車款 每一場賽事去挑戰你 但又不是跟你鬥嘴 讓你一說到你的飯 你喜歡的,精神了,跟你對撐 如果那個人喜歡女生呢? 那就跟他說一下美女 又說他不懂追女生 對,諸如此類 激發一句戰意 對 反而這樣就走得更好 對,但不能太激烈 不然就會反目 對,因為始終是很累 你嚇著我的時候會吵架 大家都互相挑戰對方 又要保持友誼 也挺困難的 但這個就可以保持著 就不會眼睡了 不錯 但踏出每一步的時候 有時候走的時候 現在我發現 跑步很多人都知道 下腳的時候不要用腳跟 如果不是膝蓋 受力很多 其實走路的時候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用腳跟下 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太長途 因為路上上車下車 我永遠鼓勵大家 放平全掌下車 怎樣容易做得到呢? 你只要走路的時候 那種感覺 是用膝蓋遮起它 放腳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嘗試慢慢走 嘗試用膝蓋先走 還有你主要 你讓腳尖 鞋嘴 不要距離鼻尖 超過了 即是不要過自己的鼻尖 是的 如果大步太過了 那就過了 那你的腳還要累了 我們每一步都是 控制速度 這樣放鬆慢慢走